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要闻 日本安保法星期二起实施,解禁宪法中不容许行使的集体自卫权 今天的解禁被视为日本是进入了国防新时代 安保法实施之后,自卫队可向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持等等 海外活动也是扩大至了全球的规模 为战后安保政策迎来了重大的转变 但是主要在野党指安保法是违宪提出废除 安倍晋三政府暂缓自卫队参与联合国违和的行动的部分 避免成为夏季举行选举的争论焦点 安倍晋三政府又主张安保法令是日美同盟得以巩固 增加威胁力,依反对废除 英格兰大部分地区是受到风暴凯蒂的吹袭航班取消 房屋受损数千计的民居要停点 沙里郡有橡皮艇翻侧,一人失踪 开地星期日晚上开始 以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将近170公里吹袭了当地 一度有20万户的居民停点 伦敦两大机场盖特威克和西斯路的旁班被迫会改降其他的机场 风暴带来了大雨,许多河流水位急速的上涨 当局发出了洪水的预警 铁路出现严重的延误,那不少的高速公路关闭导致了交通的几色 比利时警方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一名目前 是拘捕怀疑参与布鲁塞尔恐袭的男子 这名叫做费萨尔的男子星期四被捕 当局指控他是参与恐怖组织 谋杀以及意图谋杀等罪名 警方搜查他的寓所,没有发现武器或者炸药 比利时传媒指出他的名字是费萨尔·谢富 并引述消息指出当局以为他就是机场毕露电视拍摄到 与两名自杀袭击者易普拉辛和吉姆一起穿白衫的一个男子 另外当局又宣布恐袭的死亡人数增至了35人 当中不包括三名自杀式的袭击者 杰克总统泽曼在布拉格交相关地拉离庄园 是接待了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新华社就报道了两国元会会晤了两个多小时 期间散布交谈参观庄园的设施 双方就两国以及中欧关系等问题是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提到了终结两国去年签署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有责任是既往开来 传承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哲曼又表示了 杰克是中国在欧盟内可以信赖的伙伴 杰克愿于促进欧中关系 以及中欧中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关系 习近平到访期间布拉格一批西藏的支持者示威 并且与习近平的支持者冲突 12人被捕 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的案件发生之后 国务院批准成立部门联合调查组 即日全面开展调查的工作 处理工作以及并且提交完善的疫苗监管工作意见 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发生之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折成有关的部门和地方 彻查案件的疫苗的流向和使用的情况 随着案件调查不断的深入 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那么为进一步督促查清案件严惩不法分子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进一步的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 完善法律法规 完善疫苗的生产 流通接种的全过程监督制度 即日全面开展调查案件 处理工作并且提高完善的疫苗监管工作 那么部门的是会对调查工作 进行全程的督察指导 那么督察组由国务院秘书长 丁向阳任组长调查以及监察 结果将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 好的观众要不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今天的一个最新情况 那么今天美股上周五是假期来到休市 昨天晚上复市 那么三大指数是窄幅的个别发展 港股在复活节长假期之后 今天是第一天复市 早盘高开了40点 暴在了20386点之后 很快的掉头向下 最新就暴在了20283点 下跌了62点 跌幅是达到0.3% 国企指数同样也是开涨了 33点 暴在了8734点 A股早盘是偏软 国指跟随向下 最新就暴在了8691点 下跌了10点 跌幅是达到0.1% 重磅南筹股也是普遍的一个下跌 汇控就跌了0.9% 暴在了48.353 中移动就上涨了1% 暴在84块2毛 腾讯下跌0.3% 暴在了158.4 钢交所就下跌了0.5% 暴在了181块 彭博就报导了 汇丰控股前行政总裁 季秦等250名商界人士 加入了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阵营 季秦在2006年到2010年 是担任汇控行政总裁 他支持英国脱欧立场和汇控现任管理层 是相反的 汇控管理层较早时就曾经警告 如果英国6月举行的公投是赞成脱欧 集团可能会把1000个职位是从伦敦迁移到巴黎 支持英国脱欧盟的组织就认为了 英国留在欧盟对大型跨国企业可能有利 但是对于中小企业 欧盟在就业方面做成了破坏 那么假如英国取回了更大的自觉权 将会可以振行英国就业工资 以至于整体的经济 酒店集团Starwood是表示了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牵头财团提高 对公司的收购价到了140亿美元 相当于Starwood的每股收购价82.75美元 Starwood事务表示了 董事会认为安邦保险的新建议 可能会成为更好的建议 集团将与安邦是展开谈判 但是董事会目前未有改变支持 与万豪合并的一个建议 Starwood上周就表示了 同意接受万豪提出的 136亿美元的收购建议 每股的Starwood是可以获得 21美元现金以及0.8股万豪的股份 Starwood的股价周一收市升将近2% 绿城中国去年盈利达到了8.13亿元人民币 按年是减少了60.8% 扣除收购净收益部分财产的减值亏损 金融衍生工具公平值变化收益 以及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化收益 核心盈利是达到了10.33亿元 减少了53.8% 不派抹七息 公司去年收入达到了260.47亿元 按年是减少了18.7% 期内的物业销售毛利率达到了18% 按年是下跌了5.5个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期内交付的项目中 有一定比例的项目是位于三四线的城市 以及过去几年受到房地产行业的调供政策的影响 导致了项目销售价格是偏低 绿城中国去年累积总销售面积就约为390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就达到了7.19亿元人民币 超额是完成了年初所定下的600亿元的指标 整体的销售平均价每平方米是达到了18,449元人民币 每年物业分行统计复活节四天的长假 十大蓝筹物院合共录得了约为20宗买卖成交 二手气氛明显是回暖 至于刚过去的周末以及周日 十大蓝筹物院共录得了约15宗买卖成交 按月就上涨约25% 连续四个周末是录得双位数的水平 另一家地产代理中原地产就表示了 十大物院在周末周日录得了22宗的成交 按周就上涨了57% 创下45周的新高 复活节四天的假期录得了30宗的成交 中原地产就指出了十大物院成交量 创下45周的新高 证明市场仍然有购买力 好了 关注完所有要闻 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19度 部分时间有阳光 日间干燥 最高气温为20度 好了 今天的新闻数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